西游记第八十六回 木木柱威争怪物 惊弓施法 灭妖邪 话说三个徒弟打跑了妖怪之后 回山一看 哎呀不好 师父又被妖怪给抓走了 徒弟三人赶紧在这山上巡查起来 四处打探师父的消息 寻寻觅觅之间 他们就找到了一处山洞 洞口还写着八个大字 隐物山折月连环洞 不用说这肯定是妖怪的老巢了 妖怪们看见 唐僧的徒弟都追过来了 就从洞中扔出了一个大大的人头 猪八蟹看见人头 以为是师父死了 立刻哭成了泪人 还好孙悟空比较冷静 动用火眼金睛这么一瞧 哈 这哪里是人头啊 孙明是一个柳树根 上面喷了点血而已 这不一会儿 又从山洞里飞出了一个人头 孙悟空用火眼金睛瞧了半天 也是慌了手脚 因为眼前这个血淋淋的人头 竟然是真的 徒弟三人抱着这个人头 是泪流满面 一会儿猪八戒挖了个坑 把这人头埋了进去 做了个坟墩 徒弟三人抱在这坟墩上 又是痛哭不止啊 其实呢 这群妖怪原本呢 是指望抛给孙悟空一个假的唐僧脑袋 他肯定会误以为师父已死 从此心灰意冷 不会再找他们麻烦了 那这样 妖怪们就能够安安心心的享用唐僧肉了 可是没想到 孙悟空猪八戒在哭过之后 那是怒气冲天 都想要杀掉所有的妖怪 给师父报仇 看来妖怪们的如意算盘 是打错了呀 等他们发现形势不对 就赶紧用石头和泥土 把前门给堵住了 前门进不去 孙悟空就变成了一只水老鼠 从后门钻进宗中 这刚一进洞 孙悟空就听见妖怪们的头子 南山大王正在高谈阔论 啊 现在孙悟空正在外面 一把鼻气 一把泪的哭呢 咱们等他走了 就可以舒舒服服的 一吃唐僧肉了呀 哎 原来师父没死啊 嘿 那好办了 孙悟空先是扁出一大堆磕水虫 把这些妖怪全部迷倒 之后呢 在这山洞之中 左跑右转 不一会儿 孙悟空就看见 师父和另外一个侨夫 一起被捆在后院呢 孙悟空赶忙跑上前去 把师父和那个侨夫 全部解救了出来 顺便一把火 把这遮月连环洞 烧了个一干二净 而那个所谓的南山大王 其实啊 是个艾叶花皮 豹子精 最后呢 也是在大火之中 一鸣呜呼了 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 不是说吃了唐僧肉就能长生不老 死也死不掉吗 那为啥孙悟空知道了师父 已经被妖怪们吃掉 却还是打定主意 要打死那些妖怪呢 原来啊 唐僧肉的功效 其实是延续生命 可以确保自己的身体 不会出毛病 然而唐僧肉 是不能保证 妖怪们都具有 金刚不坏之身的 让孙悟空一棍子下去 这妖怪仍旧是会被打成肉泥啊 所以妖怪们也是考虑到这个原因 才不急着吃唐僧肉啊 那现在师徒四人 战胜了这个南山大王 那前路还有什么困难 等着他们呢 咱们下回分解